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一种查询数据和信息的技术 它的算法有很多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学习另外一种查找算法 对分查找 那么什么是对分查找 它和顺序查找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第五课 对分查找 今天的学习中 会有一些小练习 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 本节课 我们将讨论两个问题 一 什么是对分查找 二 如何用流程图描述对分查找 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 什么是对分查找 有这样一个情景 一天 小达和小雅同学 玩猜数字的游戏 小达说 这个数字在50到100之间是一个整数 我会根据你的回答答复 大了 小了或者猜对了 于是小雅开始猜测 75 小了 88 大了 81 小了 84 恭喜你 猜对了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在这个游戏中 对于50到100之间的一个数字 84 小雅同学猜了四次就找到了答案 同学们可以思考 小雅同学 为什么要在这个区间内猜测 75 88 81 84 这几个数字呢 小达同学的提示 大了 小了 等 对小雅同学 接下来的采测 有什么启示呢 其实呀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 就蕴含有对分查找的思想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 对分查找的基本思想 我们将观看两个演示动画 请同学们在观看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话 归纳一下动画 所演示的主要步骤 看看这些步骤 和小雅同学刚才的做法 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请同学们仔细观看 哪位同学和大家交流一下 老师在动画中 当确定要查找的数是641后 首先 D 4 和641 进行了比较 不相等 然后 D 6 又和它比较 相等 动画显示 找到 6 这里的6就是刚才找到 十数组元素的下标 谢谢小达 为什么参与比较的是 D4和D6呢 老师 第一次参与比较的D4 处于全部7个元素的中间位置 而第二次参与比较的D6 处于D5到D7范围的中间位置 取终点位置的对应范围发生了变化 由第一次的7个数组元素 缩减到了3个数组元素 很好 感谢两位同学的发言 那么 为什么要将范围 从7个数组元素 缩减到3个数组元素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一个动画 请同学们在观看的过程中 思考在动画中 数据比较了几次 每次比较之后 范围是怎样变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位同学和大家交流一下 老师当确定要查找的数是400后 共比较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D1到D7范围内 处于终点位置 D4的值和400比较 第二次是D1到D3范围内 处于终点位置 D2的值和400比较 第三次因为只剩下了一个元素 是D3的值和400比较 因为不相等 且已经没有可以再查找的元素 所以动画显示未找到0 范围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从第一次全部数据开始 后面每一次查找 对应的范围好像是上次的一半 谢谢小雅同学 她描述了三次不同范围的变化 有没有同学发现 这个范围为什么要这样变化 以第一次的范围和第二次的范围为例 去终点位置范围 为什么会从第一到第七 缩减到第一到第三 而不是像上一个动画一样 缩减到第五到第七呢 老师 我观察到 因为要查找的数据400 在第一次比较时 小于终点位置元素D4的值425 所以新的范围就取了D4 前面的D1到D3 我认为 每一次范围的变化 都是根据终点位置的值 与被查找数据比较的结果来定的 在这两个动画中 总是存在如果终点位置的值 大于被查找数据 新的带查找范围 就从终点位置的前半部分选取 反之 从后半部分选取 很好 感谢两位同学的发言 现在 请大家根据前面的分析 想一想 如果要在这个已经存放了 六个数据的数据D中 查找158 能查找吗 老师 我观察到 刚才小月同学所说的范围的变化 选取前半部分时 是因为前半部分的值 都比当前终点位置的值小 所以我认为数据应该是有序的 而现在的这个序列是无序的 所以不能 老师 你刚才问的是在这个数据中能不能查找158 我觉得虽然不能用前面动画中演示的方法查找 但可以用我们上节课学过的顺序查找来进行 感谢两位同学的发言 正如小雅同学所言 这个问题 不能用刚才动画演示的对分查找 但可以用顺序查找 顺序查找和对分查找 作为两种不同的查找算法 对待查找数据的有序性要求 是不一样的 无论这个序列是有序还是无序 都可以用顺序查找 但对分查找的前提 是被查找的那组数据 必须是有序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 关于对分查找 我们可以这样归纳 在有序数据中 首先将查找件Key 与处于终点位置的数据元素的值比较 如果终点位置的数据元素 数据元素的值与查找件相等 算法结束 如不相等 根据数据元素的有序性 就可以确定接下来 应该在数据元素的前半部分 还是后半部分进行查找 在新确定的范围内 继续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查找 直到找到或者找遍所有数据元素 没有找到 算法结束 知道了对分查找的基本思想 要用对分查找 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排序 以非递减次序为例 排好序的数据是这样的 对于刚才已经排好序 并存储在数据地中的数据 要用对分查找 查找158 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 写出他的查找过程 哪位同学和大家交流一下 老师 在确定要查找的数据 是158后 在整个数组元素范围内找终点位置 我用了1加6除以2 45入是4 因为第4正好等于158 查找结束 找到位置是4 谢谢小达同学 有没有不同的做法 老师 我和小达的做法不同 第一次找终点位置 我用了1加6除以2 取整数部分是3 因为第3小于158 所以新的查找范围是D4到D6 第二次的终点位置是5 因为D5大于158 再次确定新的查找范围是D4 第三次因为只有一个元素 比较D4等于158 查找结束 结果和小达是一样的 两位同学的做法 结果相同 过程不同 关键是第一次找终点位置不同 那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其实呀 如果没有统一的约定 前面两位同学的做法都不算错 在带查找范围内找终点位置下标 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因此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我们约定 带查找范围终点位置下标计算方法 是int起始下标加终点下标除以2 按照这个约定 在刚才的这个任务中 第一次查找的终点位置下标 就是int1加6除2 应该是等于3 也就是第二种做法 符合我们现在的约定 知道了对分查找的基本思想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如何用流程图来描述对分查找 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 以至规模为8的数组D中 已经按照非D减次序 存放了8个数据 如果我们要查找输入的数据key 请设计算法 我们分析一下 在前面关于对分查找的 基本思想描述中 在带查找范围内 寻找终点位置下标 通过查找键与终点位置 数组元素比较 然后决定是找到 还是确定新范围 这三个步骤 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 同时 我们还约定了计算 带查找范围中点位置下标的方法 根据这些分析 我们可以大致定义这些变量 规模为8的数组D 查找键K 带查找范围的起始下标I 带查找范围的中止下标J 带查找范围的中点位置下标M 根据分析 有位同学画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大致流程图 开始输入K 对变量复出值 因为对分叉角的执行过程 有不断重复的内容 所以用循环结构 在循环体内 是重复执行的内容 找终点位置下标 比较 以及确定新范围 循环结束后 根据查找的结果输出 算法结束 当然 这个流程图 目前还不符合算法的特征 请同学们想一想 如何完善这个流程图 老师在这个问题中 因为第一次查找范围是全部数组元素 循环开始前的复出值 可以填入I等于1 J等于8 循环体内 找终点位置下标 可以填入M等于int I加J除以2 比较 可以填入DM等于K 很好 哪位同学有补充 老师 我认为 在循环体内 DM等于K 如果成立 算法应该直接结束 或者做一个标记 而不一定要确定新范围 在上节课学习顺序查找时 用了标记变量 我觉得这里也可以使用 并且在循环开始前 循环条件中找到数据时 三个地方分别使用或复值 最后的输出 最后的输出也根据它的当前值 输出不同的内容 感谢两位同学 按照他们的分析 这个流程图可以这样改进 再定乱出的输出 再定义一个标记变量 在循环开始前 复出值 循环条件 循环条件设为flag等于0 循环体内用双分支 如果dm等于k成立 令flag等于1 否则确定新的范围 循环结束后 根据flag的当前值 决定输出的内容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确定新范围 还不符合算法的特征 应该如何完善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输入的k 是100 在循环开始前 确定了i和j的初始位置 进入循环 确定了第一次的 终点位置下标是4 然后判断 第4等于100 不成立 由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 这时候新的范围 应该是 第1到第3 用动画直观的演示 就是终止下标 j移到了当前终点位置 m的前面 即3的位置 其实下标i 没有改变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前面输入的k 的值是282 当流程图执行到判断 第4等于282 不成立的时候 接下来新范围是什么 如何确定的呢 同样有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 这时候 新的范围 应该是 第5到第8 用动画直观的演示 就是 起始下标i 移动到了 当前终点位置 m的后面 即5的位置 终止下标 j没有变 请同学们想一想 如何用流程图 描述这个确定新范围的过程 老师 根据分析 我认为 确定新范围 主要是根据当前 dm 与t 比较的结果 我们可以先比较dm 小于t 成立的话 新范围选取的是 当前终点位置后半部分的元素 也就是让起始下标i 等于当前终点位置下标m加1 不成立的话 是当前终点位置前半部分的元素 也就是让终止下标j 等于当前终点位置下标m-1 谢谢小月同学 将这部分合并到前面设计的流程图中 是这样的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能描述对分查找了呢 我们继续分析 如果要查找的数据是196 哪位同学交流一下算法的执行过程 老师 我来试试吧 循环开始前 变量i指向位置1 变量j指向位置8 进入循环m的值是4 因为d 4不等于196 并且小于它 所以变量i指向位置5 变量j的值不变 新的查找范围 新的查找范围是d5到d8 判断循环条件 flag等于0 成立 在新的范围内 确定终点位置下标m是6 因为d6不等于196并且大于它 所以变量j指向位置5 变量i的值不变 新的查找范围确定为剩下唯一的元素d5 再次判断循环条件 成立 在新的范围内 确定终点位置下标m是5 这时候d5等于196不成立 应该是未找到 但按照这个流程图 循环并没有结束 很好 感谢小达同学 对于数字中不存在的数据 对分查找执行到最后 就会出现这种表示起始下标 终止下标 以及终点下标的三个变量合一的情况 这时候算法应该结束 请同学们想一想 如何完善我们目前的流程图 老师因为我们在前面定义变量时 I表示在查找范围起始位置的下标 J表示终止位置的下标 应该保证I小于等于J 把这个条件加到循环判断条件中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发言 解决这个问题的流程图就是这样的 I小于等于J and flag等于0 才是对分查找流程图中完整的循环判断条件 因为我们分析时 用了规模为8的数组D 如果扩展到规模为N的数组D 按照非递减次序 存放N个数据 采用对分查找 查找输入的数据Key 只需要修改 表示带查找范围 中止下标变量的出值就可以了 到这里为止 用流程图描述对分查找 我们就全部分析完了 同学们 经过这两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两种经典的查找算法 顺序查找和对分查找 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思考 说一说对他们的认识 老师 我知道了 顺序查找是按照数组元素 排列的先后次序 从第一个元素开始查找 逐个检验是否和要查找的数据相等 而对分查找 是首先取全部数组元素的中间位置 然后将中间位置数组元素值 与带查找数据进行比较 相等就找到 若不相等 则缩小一半的查找范围 在剩下的元素中 继续按照刚才的方式查找 老师 他们两者对待查找数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有序还是无序的都可以用顺序查找 而对分查找只能针对有序数组 老师 我觉得对于规模为N的数组 要查找一个数据 二者的最小查找次数都是一次 而最多查找次数 顺序查找是N次 对分查找好像要少很多 感谢三位同学的回答 我想要补充的是 因为顺序查找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排序 对数据量比较少的查找需求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需要查找的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 对分查找经常被使用 一般来说 对分查找有较高的效率 例如 在规模为65,536的数组中 查找一个数据时 最多只需要进行17次比较 就能够得到查找的结果了 这是因为对分查找 新的待查找范围 都约是上一次范围的一半 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当然了 对于顺序查找和对分查找的比较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课后继续探究 本节课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对分查找 并且用流程图的形式 描述了对分查找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查找算法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课后还留了思考题 供同学们继续讨论 到今天这节课为止 算法与程序设计部分的内容 都学完了 同学们 在当今时代 算法和程序设计 已经进入我们生活 与学习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使用计算机 与移动终端等工具 处理各种任务时 主要是借助于运行在这些设备上 不同功能的程序 物联网 大数据 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 也离不开算法的不断改进 虽然我们学习的一些算法 都是非常简单和基础的 但是在分析问题 设计算法 编写程序 以及调试运行的过程中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身边的信息技术 更好地利用算法思想 解决实际问题 希望同学们认真思考和体会 相信对大家在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会有所帮助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